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这节课是推荐系统长指标的第一部分内容,召回 今天的很多内容在前面的课程中有讲过,我在这里会讲得比较简略 我们回顾一下召回模型和召回通道,前面的课程中讲过 推荐系统中有几十条召回通道,它们的召回总量是固定的,比如5000 初排给这么多的物品打分 增加召回的总量,推荐系统的核心指标会上涨 但是粗排的计算量会增加 如果召回总量固定在5000,那么这5000个物品的总量要给几十条召回通道分配 在所有的召回模型中,双塔和Item to Item是最重要的两类模型 这两类模型各自有很多条召回通道,它们加起来可以占据召回总量的一大半 还有很多小众的模型,每个模型占据的配额都很少,但它们还是有用的 在召回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添加这些新的召回模型可以提升核心指标 由于召回总量不变,添加这些模型会挤占掉其他模型的配额 不会增加粗排的计算量 添加新的召回模型可以张指标 添加内容池也可以张指标 推荐系统有很多内容池,比如年龄小于30天的物品,小于一天的物品,小于6小时的物品 还有给新用户的优质内容池,分人群的内容池等等 后面的课程中会讲为什么需要各种各样的内容池 同一个模型可以同时用于多个内容池,得到很多条召回通道 我们只需要训练一个双塔模型,就可以同时用于30天,一天,6小时这三个内容池 只训练一个双塔模型,用在三个内容池上,会得到三条召回通道 每条召回通道都有一定的配额 不论只有一个内容池还是有20个内容池,都只训练一个双塔模型 不会增加训练的计算量 但是每个内容池都需要一个AN锁引 还需要在线上做AN检索,需要增加少量的计算成本 这节课讲如何通过改进召回模型来提升推荐系统的核心指标 这节课内容分三个部分 分别是双塔模型,item to item,还有小众的召回模型 现在开始讲第一部分,双塔模型 正副样本对训练双塔模型的作用非常大,是一个主要的优化点 前面召回的课程中讲过正副样本 下面我简单概括一下 简单正样本是有点击的用户物品二元组 用户点击了物品,说明用户对物品感兴趣 所以可以当正样本 简单副样本,是指随机组合的用户物品二元组 给定一个用户,从全体物品库中均匀抽样一个物品 用户大概率不喜欢这个随机抽到的物品 所以算是简单副样本 困难副样本是被召回 但是在排序阶段排名靠后的用户物品二元组 物品能被召回,说明用户或多或少对这个物品有些兴趣 但是物品在排序阶段被淘汰,则说明用户对这个物品的兴趣不大 所以可以作为副样本 刚才讲了,优化正副样本是改进双塔模型的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是改进神经网络结构 双塔模型有用户塔和物品塔这两个神经网络 它们分别把用户特征和物品特征作为输入 各自输出一个向量,作为用户的表征和物品的表征 双塔模型有两个神经网络 最简单的结构就是全连接网络 可以用更高级的神经网络结构代替全连接网络 比如DCN,它是深度交叉网络的缩写 它的效果就比全连接网络更好 在用户塔中使用用户行为序列也可以让双塔模型的效果更好 前面的课程中介绍过用户行为序列建模 把用户最近交互过的N个物品表征为向量 把这N个向量的平均作为用户的一种特征输入用户塔 另一种改进双塔模型的方法是多向量模型 前面的课程中没讲过,这里要详细讲一下 标准的双塔模型也叫单向量模型 两个塔各输出一个向量,两个向量的形状相同 根据向量相似度做分类,让模型能够区分正副样本 这张图画的是多向量模型 右边是物品塔,跟单向量模型没有区别 物品塔只输出一个向量,作为物品的表征 左边的是用户塔,跟单向量模型有区别 用户塔输出很多向量,所以叫多向量模型 用户塔输出的每个向量,都跟物品向量的形状相同 这是用户塔输出的一个向量 右边是物品塔输出的向量 这两个向量形状相同,可以计算它们的内积或者cos相似度 用这两个向量的相似度作为对一个目标的预估,比如预估点击率 这是用户塔输出的第二个向量 形状也跟物品向量相同 还是要计算两个向量的相似度 两个向量的相似度作为对点赞率的预估 如果一共要预估十个目标,那么用户塔会输出十个向量 但是物品塔只输出一个向量 用户塔的十个向量分别去跟物品向量计算相似度 作为对十个目标的预估 回顾一下单向量模型 它只是做简单的二分类,区分正样本和负样本 而多向量模型有点类似排序中的多目标模型 会同时预估点击率,点赞率等很多目标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让用户塔输出多个向量 而物品塔只输出一个向量 我给点提示 物品塔的输出是物品向量表征 要事先算出来,存入向量数据库 如果每个物品有十个向量表征 那么就需要进十个向量数据库 做十套AN索引 这个代价太大了 让物品塔只输出一个向量 就不需要那么大代价 只需要一个向量数据库就够了 前面讲了改进双塔模型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优化正负样本 另一个是改进模型的结构 下面讨论第三个方向 改进模型的训练方法 训练双塔模型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二分类 让模型学会如何区分正样本和负样本 训练的方法可以进一步改进 比如结合二分类和Batch内副采样 前面召回的课程中讲过 对于Batch内副采样 热门物品成为正样本和负样本的概率都会偏高 需要做纠偏 前面也讲过如何做纠偏 另一种改进的方法是自监督学习 让冷门物品的向量表征学得更好 前面的课程中也讲过 原理是这样的 冷门物品的点击次数太少 导致冷门物品的向量表征学得不好 用自监督学习 对提升冷门物品的推荐有帮助 从而提升推荐系统整体的指标 这节课第一部分是改进双塔模型 我讲了三个方向 分别是正副样本 模型结构还有训练方法 下面开始第二部分内容 I2I这类模型 推荐系统中 I2I与双塔模型几乎同样重要 但是I2I已经很成熟了 能做的改进不太多 I2I是Item to Item的缩写 是一大类模型的总称 基于相似物品做召回 最常见的用法是U2I2I 是User to Item to Item的缩写 具体是这样做的 以致用户U喜欢物品I1 这可以从用户U的历史行为记录中获取 用算法寻找相似物品 给定I1寻找相似物品即做I2 寻找相似物品就是Item to Item 最后将找到的物品I2推荐给用户U 这整个过程就是U2I2I 刚才说了 I2I是基于相似物品做召回 这就需要定义物品的相似度 该如何计算物品的相似度 前面的课程中有讲过 我以前重点讲的是Item CF和它的变体 一些用户同时喜欢物品I1和I2 那我们就认为I1和I2相似 换句话说 我们靠用户的行为来判断两个物品有多相似 Item CF Online Item CF Swing 还有Online Swing 这四种I2I模型都是基于相同的思想 只不过细节有些区别 四种模型召回的结果存在足够大的差异 所以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在给I2I总配额固定的前提下 同时用四种模型 比只用其中一两种模型效果更好 比方说 让Swing召回1000个物品 效果不如让四种模型各自召回250个物品 所以工业界的推荐系统中 会同时存在这四种I2I模型 各自的配额需要仔细调一下 我们再讨论该如何计算物品的相似度 刚讲完Item CF和它的变体 另一类模型基于物品的向量表征 用物品的向量内积 或者余线相似度来衡量物品有多相似 最常用双塔模型计算物品的向量表征 这是比较合理的 双塔模型算出的物品向量 其实就是对物品兴趣点的表征 也可以用图生经网络这些更复杂的模型 计算物品的向量表征 前面两部分分别讲了双塔和I2I这两大类模型 它们可以占据召回总量的一大半 然后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小众的召回模型 它们所占的配额都很小 但也都能提升推荐系统的指标 这杰克第三部分内容 就是这些小众的召回模型 推荐系统中有很多类似I2I的模型 User to User to User to Item 它的缩写是U to U2I 基本想法是基于相似用户做推荐 以致用户U1和U2相似 而且以致U2交互过物品I 那么就把物品I推荐给用户U1 User to Author to Item 它的缩写是U2A2I 以致用户U喜欢作者A 作者A发布了物品I 那么就给用户U推荐物品I U2A2I主要是基于关注关系 或者影视关注关系做推荐 U2A2A2I多跳一次 基于作者的相似性做推荐 以致用户U喜欢作者A1 而且A1与A2相似 作者A2发布了物品I 那么就给用户U推荐物品I 用户关注了作者A1 但是没有关注作者A2 由于A1和A2是两个作者相似 那么推荐系统就认为 用户U对作者A2也感兴趣 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深度学习模型 我在这里列了几个 PDN Deep Retrieval SINE M2GRA L都是最近几年发表的论文 我知道这几个模型 在工业界实践起来确实有效 这些模型构造的召回通道 所占的配额都很小 但确实有效果 在召回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添加这样的召回通道 可以提升大盘指标 这几个后面几节课的内容 都是推荐系统长指标的方法 这几个内容是召回 首先是双塔模型 重要性最高 改进双塔模型的思路有三个 分别是优化正负样本 改进神经网络结构 改进训练的方法 I2i是另一类重要的模型 基于相似物品做推荐 计算相似度可以用Item CF和Swing 也可以用物品向量表征 计算相似度 用很多种方法计算物品相似度 会得到很多条I2i召回通道 同时使用所有这些I2i召回通道 有利于提升指标 除了双塔和I2i模型 推荐系统里面还有很多小众的召回模型 比如PDN Deep Retrieval SINE M2GRL等等 这些模型所占的召回配额都很小 但它们都是有用的 可以掌指标 实际的推荐系统里面有很多条召回通道 但是召回总量是固定的 比如所有召回通道 一共召回5000个物品进入粗牌 增加召回总量 显然可以提升推荐系统的核心指标 但是召回的物品越多 粗牌的计算量会越大 召回总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继续增加召回总量的边际效益会很小 投入产出比会不划算 在召回总量不变的前提下 仔细调整各条召回通道的配额 可以提升核心指标 甚至可以分人群调整配额 比如新用户和普通用户这两个群体 它们给各条召回通道设置的配额就会不一样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改进召回模型 来提升推荐系统的核心指标 后面的课程还会讲通过 添加新的内容池来掌指标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